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台語是很猪味 鄉親啊 原來 發雞 台語這樣 發雞 發雞 發雞的主持家務 台語就換作發雞 這個大家族也就是他的大雞在發雞的六手頭 發雞是發雞的長廚 像這個棟婆塞 發雞也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顧一個會的三檔 跟發雞擁發 親笑話 他就是他爸爸在發雞 發雞就是發雞 發雞的長官 這個工廠是王主任的發雞 發雞也能說是發雞 這個發雞是我發雞 也能說單一字發雞 台灣現在是 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 在發雞 再來騎鐵買騎機車 唱花就要抓好才 唱花 手把 今天一個台語字 發雞實在是很趣 跟人數不見 這次行一個看 就可以了 美國人選擇的 這些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